水墨跟油畫它的兩個都是很美的一個藝術 但是它們的美的不一樣的境界 在水墨上它最高境界的美是禪藝 這次是因為也是一個機緣 那因為有一些朋友都覺得 我們一起剛好有機緣 就是一起說朋友覺得我可以去開個個展 然後大家也是首次的 然後大家分享給大家 是這樣一起剛好講到這裡 所以我才順著就開個畫展 總共有大概我的畫冊有大概28幅左右 那在它那個豐原圖書館 是5月2號到5月30號展期 我的主題是漠染水射雲山 因為這個是水墨嘛 所以是墨染水有瀑布有水雲跟山 我們的主題重點是雲跟山 這一張畫作它主要是在寫一篇沒有文字的文章 它不是說寫哪裡的風景 它是在寫一篇沒有文字的文章 這篇文章叫什麼 叫做大地的詩詩 大地的詩詩 因為我們從圖畫中可以看得到 這個頂峰無遺物啊 頂峰無遺物啊 就是說這個頂峰跟我的頭一樣 沒什麼頭髮啦對不對 這叫頂峰無遺物啊 頂上白雲多啊 孕育天地氣啊 養活平原家啊 這就是一個大地的詩詩 大地的詩詩 所以這一種畫呢 它非常有高度的藝術價值觀 它不是在寫風景 它是在寫一篇沒有文字的文章 這個是很厲害的 所以從中你一看 這一張畫呢 它主要是追隨溫水的 這個中國古代 你又叫來的陰陽水 在做畫 你看 陰的部分 陰的部分 是屬於黑的部分 黑的部分叫陰 白色的部分叫陽 陰的部分叫陽 它是徐靜的 陽是會動的 所以動靜皆宜啊 它就能夠共創價值啊 所以這一張畫呢 是非常好的一張畫